大家好,我是去德國國立工藝大學交換的畢業生 我已經畢業了 然後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分享我在那邊遇到的一些生活體驗 還有住宿或是選客 我不會特別詳細去介紹說你去德國前你要做的很多很多麻煩的事情 比如包括簽證或是入籍各種麻煩的事情 如果說你要了解這些詳細的你可以去國際出的官網 然後他們有課我的心得 然後裡面我有寫比較詳細一點 那如果說你看完以後還是有不懂的話 你也可以加我的聯絡方式 對,這樣子,再問我也可以 那這張就是德國地圖 然後柏林是首都,所以我有把它標起來 那其他一些城市就在附近這樣子 法蘭克福跟慕尼黑還有科隆 那我們學校還有很多不同的交換校 就是像Boundstart 他們就在法蘭克福在下面一點這樣子 那我今天介紹一下我去交換學校 就叫做TU Berlin 那TU的話就是德文的簡稱 就是Technische Universität 就是工業大學的簡稱 那我像我們學校也有去 也有達姆斯達特工業大學 所以他們就會叫TU Darmstadt 就是各種工業大學的簡稱 他們就會叫TU 那後面就加地名這樣子 所以就,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TU 但是其實他們是不一樣的 對,那顏色可能也會不同這樣子 那柏林工業大學的校會就是用紅色配白色這樣子 那我圈起來就是 那我圈起來就是 我插德國國旗的地方就是校區 那其實學校的校區很分散 然後滿大的這樣子 那主要就在這三個地點這樣 我圈起來三個地點 那右邊這兩個地方就是 這裡跟這裡就是兩個火車站 那下面這個 Berlin的TU Darmstadt 它是大概是柏林前三大的火車站之一 它就叫做柏林動物園站 那你要去機場或去哪裡一定會經過這個站 那學校就在這附近這樣子 那隔壁最左邊那個地方就是一個柏林的一個交通樞紐 它是柏林圓環 就是一個滿大的圓環這樣子 然後學校大部分就分散在這三個點 中間這樣 那我介紹一下 第一位置就是剛剛這三個圈起來的 那交通工具的話 其實最常見的就是這四種 就是從左邊 左邊數過來到右邊就是123 他們也是123 第一個是S-Bomb 再來是U-Bomb 那Bomb就是火車的意思 那S-Bomb的話就是像我們的區間車的概念 但可是比我們區間車快 然後U-Bomb就是地鐵 就是捷運 它都在地下跑 偶爾會有跑到路上 但大部分都在地下 然後Bus的話就是到處都有 那Tran的話它就是所謂的輕軌 那你們有見過高雄的輕軌的話 就大概知道 那比高雄輕軌還要再大一點 但是路線也比高雄那種廣 然後就是 基本上城市內的就是Bus跟Tran 然後 基本上單一路線的就是S-Bomb跟U-Bomb這樣子 那離學校比較近的話 就是兩個機場 就是Tagel跟Chinafel 就是Tagel跟Chinafel 這兩個機場都是 全世界超級無敵小的機場 就是有去過的 如果有機會可以去見識一下 它真的小到一個超級無敵可憐 對 那我接下來分享一下交換課程 就是 這個就叫做 這個是Tuberlin的Temps語言中心 那如果你是要去德國交換的話 就是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已經確定是去德國交換 或者是打算要去德國交換的同學 德國的交換 對交換學生或是國際學生的要求很嚴格 就是 你如果德文沒有拿到B1以上的證明 不論你是德福還是其他的檢定 只要你沒有德文B1以上證明 你是不能修德文課 對 絕對不能修德文課 你只能修你自己國家語言課 或者是英文課 對 那Temps語言中心 所以我們交換學生就只能夠修Temps語言中心的課 那它裡面有提供八種不同的語言 就是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俄文跟中文這八種 對 那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是因為我不缺畢業學分 所以我就修了一門德文跟一門英文這樣子 那我介紹一下他們的語言班其實 在語言中心裡面語言課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們都是小班子 最多就12個人 絕對不會超過 對 那開學以後的正式語言班 差不多最多上限是20人 這個最多12人是因為德語的密集課程 就是它會開給國際交換學生 你知道大部分的交換校都會開國際的那種 就是德語密集課 就是不論你是去 我兩個朋友在Domstater 他們也是上這種密集課 對 可是有些不一定會濃縮在一個月上完 像Tuberlin我就在一個月上完 就是上到A1的程度這樣子 然後他們也是搭配講義版書跟從影片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考試 就是在德國的話 很多時候他們語言考試是會先考筆試 然後接著考考試 那考試的話 很多時候有些老師看老師 那有些老師就是直接把你抓到小房間做口試 就像雅思那樣 那也有一些我覺得很有趣的 像我老師跟我朋友老師 他們就是直接帶我們到馬路上面 直接跟路人隨機抽團口 就是你要跟你不認識的人 然後呢老師會交代給你任務 然後他會跟你說 你待會兒要用德文問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有點像是那種十字路口那樣子 就是他那時候我拿到的任務就是 他要我找附近一個有猴子的商店 但是因為我們學校就在柏林動物園隔壁 所以有一間shopping mode 裡面它就是跟動物園做結合 它的中心就是動物園 然後周圍是商場這樣子 然後另外很有趣的就是 德國的打乘技的方式也很不一樣 像我們東方國家大分都是用分數字嘛 就是100分 滿分是100然後不幾個是60 但德國都滿分是用1.0 那分數慢慢往上走 假如說你是1.0到1.3 就是你是100分到90分之間 就是1.3大概是90 那你2.7到2.7再往上 就是往上的話大概是80幾 就是2點多以上就是80幾這樣子 那剛好及格就是4.0 不及格就是5.0 就是假如說今天老師要給你不及格 他不會給你打4.1或4.2 他就直接給你5.0 那你是剛好及格他就是給你4.0 好那我介紹一下住宿 就是接下來住宿的話我覺得也很不一樣 就是在像我們學校一般學校通常就是 可能學校會有學校宿舍或是怎麼樣 但是在德國是很不一樣 德國學校是學校 住宿公司是住宿公司 就是你一開始去的時候 你可能還以為 喔這是我學校的宿舍 但其實不是 就是整個德國 他們的有一間很有名的 專門經營給學生住的學生宿舍 就叫做Studium Work 那我們學校大部分去的交換層 應該也都是住Studium Work 但還有其他很不同不同的公司名稱 就是簡單講他們學校跟 住宿公司是完全分開兩個 獨立行政組織 就是你如果你要去那個學校 那你要 你要住他們學校 學校宿舍 你必須再去跟另外一個公司申請 對 那一類型的話就有分這 主要是在這四種 那價格就是從低到高這樣子 下面是最貴 上面是最便宜 那我們交換層大部分會常住的就是 第一項跟第二項 比較少會有人居住三跟四 一方面是太貴 然後三跟四的話就是你會變成一個 你會變邊緣人 對你就交不到朋友這樣子 對 然後我自己是住在二 那我大概會介紹一下我的那個 房間的圖片這樣 一的話我覺得蠻慘的 我待會再講這樣子 那二的話就是 這就是房間裡面該有的樣子 就是基本上他只會給你一塊床墊 然後跟那個書桌台燈還有櫥櫃 其他寢具就是包括枕頭啊 或者是床單那些都是你自己要去買 或是你要跟上一屆沿用這樣子 然後會有一個小廚房 然後冰箱的話就是共用 我住的是三人的WG 對 然後我再介紹一下 這是我學伴 因為德國會有學伴計畫 那不一定你會有學伴 但是我剛好就有一個學伴 然後我的學伴就很可愛 他常帶我去他的宿舍開趴 對然後我覺得他的宿舍很特別 就是他們你可以看隔壁這個 左邊這張圖是他們的冰箱 他們的冰箱就是一個人可以有兩層的櫃子 然後可以上鎖 對 然後我覺得有上配上鎖冰箱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們如果去交換 我不確定其他兩位同學 如果說他們住的宿舍有沒有 有沒有國際生專用的冰箱 或是他們有自己的冰箱 配真的有 對 但是如果你是去歐洲地區的話 大部分的冰箱 你就是只有自己 就是大部分都共用 不會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常常你出去旅遊回來以後 你的很多東西就會莫名其妙的不見 就是像我是住三個人的 我還可以知道 兇手大概是兩個人裡面其中一個 那我另外的同學 他住的是一層樓二十個人的 然後他所有的東西 常常就是莫名其妙的不見 不見不見不見 然後永遠不知道誰幹這種東西 像我自己就會有 我自己會帶維力雜醬 因為我覺得歐洲事物非常難吃 然後我每次出去玩回來 我維力雜醬就少好幾口 然後我就很不爽 對 對 那這個可以上鎖 我就覺得很方便 那隔壁的就是 他的宿舍也比較特別 就是有些宿舍會有附這種教育廳 就是可以給學生開趴用 對 然後外國學生的開趴文化真的很特別 歐洲 尤其歐洲 他們就會自己去做那種 每個人去開趴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要求你要帶什麼 他就說 那你就隨便帶點東西來這樣子 每個人就會自己做東西 像我跟我的學伴 就在中間這一塊 這藍藍的這個 我們就是自己做了巧克力布朗尼 然後別人就會有人做蘋果派 有人會做墨西哥的食物 就是那種Burrito之類的東西 然後就瘋狂的吃瘋狂的喝 然後就喝到掛這樣 他們外國人就很可愛 就是你明明已經說你不要喝了 然後他還是灌你酒這樣 那我接下來講一下就是飲食的部分 我覺得德國 這邊最左邊這個是德文 就是Duner Kebab 但你們應該有聽過卡巴捲這種東西吧 就是土耳其的烤肉 那再來是Matte 這個我待會兒會介紹一下 真的很特別的德國食物 再來就是馬鈴薯跟Verser Verser這次是德國香腸的意思 然後還有披薩 對 那Kebab捲 卡巴捲應該就是 大家應該不陌生就口袋餅 那可能在夜市也可以看到 只是你沒辦法吃到 真的很好吃的卡巴捲 就是我如果說你有機會 不一定要去德國 只要你是去歐洲交換 我都很推薦一定要吃Kebab 因為 只有在歐洲吃到Kebab 才真正好吃的Kebab 我沒有騙你 就是以前他們那邊有很多土耳其的移民 所以他們很會做Kebab的選 像玻璃肉兩家人非常非常有名 號稱全世界最好吃的Kebab 我都吃了 我真的覺得超級無敵好吃 然後 剛剛第二個提到的Matte就是這個東西 這東西你去德國 很多超市都可以看到它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它叫做生豬肉麵包 德國人吃的 沒有其他國家在吃這種東西 它就叫生豬肉麵包 它每天就把新鮮現打的豬肉 把它打得這樣脆脆的 它腳肉還碎 然後呢他們就會直接 用那個像沾醬刀一樣的東西 把它抹在乾乾硬硬的麵包上面 然後一定會配的就是養蟲 甜一點點胡椒 對 那有些有些會有生菜 這個是有生菜 但是大部分就是直接抹肉醬 然後直接配養蟲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Burster 這是很柏林的食物 它就叫Curry Burst 它叫咖哩香腸 那也有其他不同做法的香腸 叫Bark Burst 就是如果有去德國可以看到 對 那其實我覺得它名義上 德文叫做香腸 可是其實吃起來比較像 比較像熱狗這樣子 口感跟熱狗比較像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常見 很常見的食物叫做Brazil 就是英文是PR 但是這邊是用德文 是Brazil 就是蝴蝶餅 那它其實 絕對沒有你想像中看起來 看起來是美味 就是我跟我朋友去的時候 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它上面 撒的那些東西是糖粉 就像很好吃的那種甜甜圈一樣 我自己是很愛吃甜甜圈的人 然後我們就一人買了一個 然後他們的這種Brazil 其實基本上都比你的臉還大 一個就這麼大一個 就是超級無敵大 然後其實它裡面是很乾很乾的麵包 然後外面撒是超多的鹽巴 對 所以第一次吃的時候 你真的會超級無敵殺眼 就是天啊為什麼我要花個三歐買這種東西 對 然後右下角 右上角就是很常見 他們義大利麵也很好吃 然後左下角就是德國豬腳 那德國豬腳其實 他們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火烤 一種就是水煮 那兩種我自己吃起來 我都覺得蠻普通的 就是沒有我想像中的好吃 那跟台灣的買得到的德國豬腳 也非常不一樣 就是烤的德國豬腳 會非常非常的硬 然後水煮的就是非常美味到 但是兩個共通點都是一定會配那個馬鈴薯跟德國酸菜 那我覺得有配著一起吃是比較好吃 但是烤的真的是超級無敵硬的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牙齒散斷掉 那對然後接下來就是在柏林 這個Go Asia就是所謂的Asia Market就是亞洲超市 基本上這個品牌 左邊這張圖的這個品牌是柏林 大部分是在柏林才看得到 就是我同學在法蘭克福跟Damsa 他們都看不到這間超市 但是他們會有那種很Local 那種很小間中國人開的那種小超市 但是這一間就是柏林 柏林就有四五家亞洲超市 就是可以讓你買到亞洲食物 裡面也可以買到一些台灣的食物 就是那種金金乳筍汁啊 還有那種什麼義美的那種蔥油餅之類的 對但是很多時候還是中國的東西比較多啊 對但是至少你可以買到沙茶醬那種東西 對那我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文化差異的部分 那文化差異的話我覺得比較有趣 是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 然後我會分紅燈區Pitch Show 還有灰色地帶大麻 還有桑蘭文化跟裸體沙灘跟裸體不判來做介紹 對然後我第一個先介紹紅燈區好了 紅燈區全歐洲兩個最有名的紅燈區 就是阿姆斯蘭和漢堡 阿姆斯蘭在荷蘭 漢堡就在德國的一個城市 在靠北邊靠海的一個港口的城市 那有人知道這張圖在哪裡排的嗎 可以猜 或者是你們可以 漢堡跟阿姆斯蘭的兩個紅燈區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這兩張圖就是其中一個地方排的這樣子 那我講的就是 阿姆斯蘭你常常看到這個景象 如果你是去漢堡的話 漢堡女生是不能進紅燈區 就是紅燈區他們就是一條大街 然後有很多的這種透明粗窗 然後裡面會有女郎 那漢堡的就是裡面全部都是女生 對然後他們是會 女生禁止進入 就是你在進去前後的入口 會有警察這樣 然後一開始會先做收身 就是只有男生才進 那男生會先被收身 然後接著就是你的手機的照相的地方 會被貼一張貼紙這樣子 那離開的時候他們會檢查那個貼紙在不在 對 那這個地方就是阿姆斯蘭 阿姆斯蘭可以看到男生 對 所以如果女生有要去歐洲交換的 要去紅燈區的話 記得不要去漢堡 要去阿姆斯蘭 對 那我自己沒去過啦 這是我朋友跟我說的 對 真的 不要這樣笑 好 兩面的差異就是 基本上阿姆斯蘭進去 你可以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 你要看男女的 還是你要看女女的 還是你要看男男的 對 就是隨便你挑 對 然後漢堡就是只能看男女或女女 對 那價位的話 我講一下Peep Show Peep Show就是所謂的 那種虧視的那種秀 就是 你可以看 就是他會給你一個小洞 然後呢 有點像電影院 每個人就從那小洞看裡面的人表演 這樣子 那我朋友有去看 我自己沒看 對 我朋友看然後跟我講最便宜的價錢是 兩歐就可以看了 對 他用兩歐去看 他在阿姆斯蘭看了兩歐的Peep Show 然後他說兩歐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 因為是最便宜的 所以你看到的表演就是 年紀比較 年紀是偏高的 然後 他們表演 表演者是不會有 表情反應的 就是不會讓你看完以後 會有那種一有未見的那種感覺 他說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要怎樣才能看到滿意的呢 他說 再往下的價位的話 大概就是 30或50歐以上 就大概1500 五六台幣上價那種 他說你就可以看到時間長一點 然後呢 稍微年輕一點 對那我剛才講 那我要再往上更好的 他說 有200歐的 他說200歐就是你可以直接指定 不同的女郎 跟不同的男生 然後你可以指定他們要求做一些不同的動作 然後他們也會有很豐富的表情變化 對 那我就跟他說 那最貴的怎麼樣 他說他最貴他會看到300到500歐的 對 就大概一次一萬塊 他說那就是你自己下去當主角 這樣子 對 然後呢 你可以自己享受這樣 那 我想說就是 這兩個地方的性 那個性愛產業界都是非常完整的 就是不是 不是只是說就是來 來鬧的那種紅燈區 就是可能去台北啊 或是哪個地方 有些那種底部啊 或是不一樣 就是真的很不一樣 他們是合法 營業的地方 對 就是跟高雄某個市長說的不太一樣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講就是 大麻這件事情 就是大麻 如果你有去過美國 舊金山或其他地方 他們那些地方是合法的喔 但是 你如果是去歐洲的話 大麻基本上是不合法 但是為什麼還是這麼常見 就是我非常好奇 就是 包括 好吧 嗯 左邊這張圖是在東歐地方拍的 他們有大麻茶 大麻蛋糕 大麻巧克力 就是直接讓你吃的大麻 因為大麻有分兩種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大麻有分兩種 依照部位吃下去會有不同的反應 有些人吃了會 就是一種是吃了會嗨的 一種是吃了會 relax的那種 就是會想睡覺放鬆的那種 對 那一般 大部分食用的 食用大麻吃了是會嗨的 然後這種 我隔壁這個是大麻煙 對 抽了是會放鬆的 那這個 這個大麻煙是在我房間這裡拍的 就是我 我有兩個室友 一個是巴西 一個是韓國的 他們天天都會開大麻麻 對 超喜歡開大麻麻 對 我自己沒有抽 對 那就是基本上大麻這件事情 在歐洲各地都是違法的 說 有些地方為什麼會叫gray area 像是 荷蘭他們就會有 也比較合法 就是他們會直接法定說 我這個區域就叫做gray area 對 叫做灰色地帶 就是你在這裡面 你可以開大麻的專賣店 就是你可以賣這種東西 可是我政府不去管你 但是不代表說我承認你合法 就是 有點正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感覺 對 歐洲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子 那像 尤其柏林 柏林是直接法定是規定是違法 可是 警察就是路上隨便的人都在抽 然後隨便都在捲言 但是警察就是正一隻眼閉一隻眼 就是你就要找我給你抽 你就不要太囂張就好 但是我不會管你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想介紹就是 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就是桑拿文化跟天庭 湖畔跟沙灘 因為桑拿 桑拿這件事我不知道 台灣也有桑拿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台灣的桑拿是什麼 就是桑拿簡稱 芬蘭玉或者是三溫暖 對 那台灣的桑拿 基本上會分男女 就是男女進去 就是男生是走男生的 女生是走女生的 裡面都是裸體 就是去烤箱 去不同口味的那種桑拿玉 去進行 去進行那種 有點像是水療的過程 對 那在德國的桑拿很不一樣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然後我是上一屆的朋友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去加桑拿 你會嚇一跳 然後我就去了 對 然後花二十五我進去 然後進去之後我真的驚呆了 因為他們男女是一起的 就大家全部都是全弱的 然後不論哪裡 全部大家都全弱 然後游泳池也是 全部都是全弱 然後呢 桑拿文化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那時候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我真的嚇呆了 對 然後天體模範也是 就是我去的時候是叫純機交換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歐洲熱浪這件事情 就是去年歐洲也有熱浪 那時候去年 德國發生一件事情 叫做電風扇之亂 就是跟我衛生紙紙紙紙有點像 他們去年發生熱浪的時候 德國全德國賣到一支電風扇都不剩 然後賣光光這樣子 所以我今年去的時候 我的學伴第一次見到外面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今年夏天應該也會有熱浪 你一定要趕快去買一把電風扇 因為去年有一個 有一個亂就叫做電風扇之亂 然後那還上國際新聞 對 所以今年有熱浪 那在熱浪期間的時候 大部分的歐洲人會做的事情就是 因為歐洲人的房間 大部分都是只有裝暖氣機 就是他們冬天會到零下好幾度 所以他們不會有冷氣機這種東西 所以夏天的時候就非常非常熱 那他們能做的時候就是去那種湖畔 就這種私人湖畔 或是去那種沙灘 然後鋪一塊野餐墊 然後就曬日光雨 就裸曬 全部都裸曬 不論男女 然後像這種湖畔也是 這是我去全柏林最有名的一個裸體湖畔 對 它就叫Twipersi 就是如果有 有要去德國交換的 或者是有打算要去柏林玩的 可以去記一下 就是它就叫Twipersi 非常有名的一個裸地湖畔 在那邊也是 所有人都是全弱 然後呢會跳進湖畔裡面 他們這個中間 這個湖畔的中間 他們會有個這種 像湖畔別人搭建的東西 然後上面會有一些 可能他們會放個那種 充氣排球吧 還之類的 他們就把 在上面這樣子搶那顆球之類的 就在湖畔裡面這樣玩 對 好 那最後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歐洲人下雨天 基本上都不撐傘 就是這是 這個是我自己 滿正經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那時候剛到德國的時候 遇到下雨天 我看到會撐傘的人 大部分都是外國連孔 然後基本上 當地的德國人絕對不會撐傘 然後我一開始就想說 你們是不是怪怪的 如果我的巴底 為什麼你們都不撐傘 他們講說 因為你淋一下雨 馬上就回到家 馬上就換衣服啦 馬上就脫掉啦 幹嘛要撐傘 撐傘你要買傘 要花錢 然後還要拿出來 還要把它晾乾或怎麼樣 都很麻煩 但是我那時候 我原本以為他們只是嘴巴見 就是講講而已 就是真的遇到暴雨 或是颱風來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撐傘 結果我發現我錯了 就是 玻璃的天氣很特別 我曾經在一個小時內 遇到打雷下雨 冰雹下雪 然後又觸大太陽 對 然後這就是玻璃的天氣 然後有一次我跟我的學伴去看 那種戶外的電影院 是免費的 結果我們才剛看半個小時 就下起了大雷雨 結果下暴雨的時候 全場就走 大概五六十個人 就走我圍個撐傘 全部人都在過雲 全部都是直接淋雨 然後我整個崩潰 然後我的傘還被吹壞 然後我傘吹壞以後 我還是繼續拿破掉的傘繼續撐 結果他們堅持 我就問我的巴提說 你確定你不要撐嗎 然後我的巴提說 我的學伴就是跟他講說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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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待會再跑 我在跑二十分鐘就到火車站了 我想說 你瘋了嗎 對但是當地的對國人 真的是全部都是用淋雨的 不論手機會不會壞 他們甚至拿著手機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防水功能 可是他們都是直接淋雨這樣子 就很特別 然後這次我就是 我簡單分享一下生活花費 對 你會很沒有想放這一樣 我就是談錢傷感情 因為去德 你難得都去到歐洲了 所以基本上 你德國政府的話 是有規定你的 最低的生活花費 因為在德國消費是蠻貴的 你只要吃外食 你不是自己煮 最低都一定 你吃一個ケバージョン 最低都要一百二十以上 那你一般的正餐大概都是 五歐以上 最少要五歐 一定要六歐 所以大概就是兩百塊 一餐外食一定是六歐 那你要吃一餐 德國豬腳大概是十五歐左右 對 所以大概是五六百塊 那德國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費 就是一個月就是七百二十歐 七百二十歐的話 就是你可以拿來支付你下面的這個 就是房租 我的房租是兩百二十五 兩百二十五 就是依照你的坪數 你可能會分配到 兩百二十五到兩百五左右的 對 然後網路費就是十五歐 一個月這樣子 那都是從七百二十歐裡面去付 那如果說你自己要出去旅遊的話 就是額外算這樣子 就是信用卡跟 對就是你自己抓一下這樣子 那我覺得如果出門玩的話 建議一定要帶三張卡 為什麼我這樣講 就是你在歐洲 很多時候會有很多突發狀況 它不像在亞洲比較方便 就是可能你在中國交換的話 你沒有語言差異 那你在其他亞洲地域交換的話 大部分都熟面孔 但是在歐洲不一樣 歐洲常常會有歧視的問題 一個是種族歧視 就是他們對亞洲人 會有排外的情況 然後再來就是小偷 小偷 他們的小偷跟爬手真的是厲害到 你完全沒辦法想像 就是可能你今天帶一個 腰包放在肚子裡面 他們還是會把你偷倒 所以帶三張卡以上 我覺得是比較保險 因為我有朋友就是被偷個金光 然後駕照護照型 全部都掉光 結果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只能去找80款求救 這樣子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